我们赞到的赞予其名 迈入第十三届的端午龙舟锦标赛 已经成为台东人在端午节时候 必定观赏的大型活动 现任立法委员的赖昆成 看到越办越盛大的龙舟锦标赛 除了欣慰之外 也回忆起当初他创办时期的艰辛过程 因为第一届 总是经验比较 特别是划船的经验 比较神疏 我们可以看到龙舟比赛在划 龙舟本来是压折 结果大部分都是这样外外乔乔 很像虎鸟在那里 但是这种也很有效果 也相有效果 大家也是经过欢乐的两天 那总算把这个活动圆满的把它完成 那我记得当初整个活动圆满结束以后 我们动员所有公所同仁 再把整个场地的垃圾 来把它清理干净 那本来两天天气都很好 那天活动结束以后 开始下起毛毛子了 我医学看到有几个同事 一面剪垃圾一面再哭 再流眼泪 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当公务员当了那么久 第一次被民众高度的肯定 去跟他们说你们市公所很厉害 你们公务员做得很厉害 那也这样的话 从那时候开始我想 带市公所在冲锋宪陷阵 做其他的一些业务推行 相当工作都还算蛮顺利的 所以我们也非常怀念 那一段时间在17天内 不昏昼夜的 还在出办台东第一阶的这个浪漏比赛 那现在看到我们这个整个活动的规模 已经这个经验要很成熟 规模也都保护好 有越来越大 那特别是这个你看我们真的这个场地 全国全国最好的冲州比赛的场地 今年参与冲州锦标赛的队伍总共有28队 而历年来都有好成绩的消防局 也特地提早到了活水湖来练习 熟悉一下新天购的冲州 现在我们县府在办这个冲州赛的时候 那规划这个冲州赛前的训练 那我们都配合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 大概有两个礼拜左右 我们利用白天的时间来做训练 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我们同仁的体质跟团结心 那也有机会的话能够增强成绩 这次新天购的冲州分别为红黄蓝绿四艘不同颜色的冲州 每艘可以乘坐22人 由于今年新天购的冲州 其内部的座位结构跟以前略有不同 所以消防局也趁此熟悉一下 希望能够在比赛的时候获得好成绩 东台新闻杨国柱省晚宇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